詞曲 李宗盛 我們今天的訊息說到 奪回魔鬼所奪的得著風盛的生命 因為魔鬼將很多好的東西拿走 現在我們可以拿回來 不要讓魔鬼拿走這些東西 並且得著風盛的生命 例如有一天 我不知道你有試過不見過銀包 不見過,試過 我知道中間也有人試過 我自己也試過不見過銀包 當不見銀包的時候 第一件事會做甚麼呢? 很焦急 很焦急,會做甚麼呢? 會去找 當你不見銀包 跟著走都沒有見到銀包在地上 你會做甚麼呢? 衝過去拿回 衝過去拿回還會做甚麼呢? 很開心,還會做甚麼呢? 打開來看看 打開來看看有沒有拿到裡面的東西 即是可能已經拿了封銀包 但當你,如果你看到 哇,那些東西在那裡的時候 你會怎樣呢? 很開心 很開心 或者你看到你的銀包 那些東西不在那裡 但跌了一些在地上 那你會怎樣做呢? 立即拿回去 即是那些東西沒有 那些賊人拿回去 立即拿回去 如果你知道 哪個人是捉 即是偷了你的銀包 或者你 或者比較 銀包更加大 就是一個車 如果你要買一個車 跟著發覺被人偷了 而你看到那個車 你手上有手機 你會做甚麼? 報警 立即報警 立即說我現在的車在哪裏 因為你想做甚麼? 拿回 拿回的車 因為那個人偷了你的車 你想拿回 魔鬼偷的東西 你想拿回嗎? 想 魔鬼偷了我們很多東西 本來我們做人不是這樣的 是本來很開心的 但是魔鬼拿了 你可以拿回 有些人有信心 他真的整個人拿回 很多好東西 即是我們看到一個電影 David Parnell 你上網看他的網子 他也有DVD 可以邀請他做港元 他本來是一個 完全是甚麼都沒有 因為他吸毒 從12歲開始吸毒 你看他生得很英俊 但是他自己 拜好前途 他自己破壞了 然後就吸毒 當他吸毒的時候 他就完全 自己失控 吸毒的人 是完全 周圍的東西 甚麼都不理 就是在進入那個世界裏 他一有甚麼問題 立即便去吸毒 就覺得 他又很有滿足感 因為他說 又不用吃飯 又不用睡覺 但是他的身體 一直一直破壞 以至他太太都說 哎呀我不要你了 因為他經常都發脾氣 經常都發怒 即是很極度的猛症 那魔鬼拿了他多少東西 甚麼都拿了 還有一條命 而他時時想自殺 他說他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 sucidal 第二個homicidal 第一就是想自殺 第二就是想殺人 所以他走去捕在那裡 看看他怕那個人是警察 是來抓他 他就想開箱打他 但他後來想想 都是有機會 沒有人在那時候 才打死他 結果是沒有殺到人 即是他有這種傾向 並且被邪靈扶著 即是可以說 去到最低谷 經常見到魔鬼 看到邪靈在那裡 搞妖他 一個這樣的人 即是已經甚麼都沒有了 但是神可以把他有的還給他 變成他去爭取 好像這樣的人 要灰獲是否容易 不容易 他的臉都爛了 有些人會好起來 都會說 哎呀 這麼難受 我不想見人了 但他不是這樣 他不是這樣想 他不是想著他自己 他是想著很多人會吸毒 變成他沒有耶穌 所以他的見證 都說到他下了地獄 然後他回來 說到在地獄裡面 他說 當他知道地獄 和聽到這麼多人都喊 我不希望我們中間 有一個人落到地獄 將來真的落到地獄 當你聽到 哇 哇 那些人 千萬的人 億萬的人 在那裡 哇 這樣喊喊的時候 哇 聽到你真的很痛苦 又被魔鬼折磨 又在硫磺火門裡面 他說他的痛苦 就好像 裡面有個炸彈 啊 在裡面爆出來 即是你可以想像 你裡面有個炸彈 那種痛苦 那種痛苦 他就在這種痛苦裡面 去到最低率 就是魔鬼 將他全個人 所有的一切都拿走 包括他的靈魂都拿走 但是在這種時候 居然他呼求耶穌 神給他機會回來 回來了 他第三天 復活 能夠作見證 向很多人作見證 說到他自己 經歷過這麼多 但是在魔鬼的手中 流眼回來 我們知道阿當夏娃 他被魔鬼騙 他被魔鬼騙 他說 你未必死 神壞到你吃幾天 必死 阿當夏娃 他就被魔鬼騙 你不一定死 在《創世紀》第三章 你不一定死 他將神的壞語 欺騙人 說謊騙人 當我們聽魔鬼的話 我們都是被魔鬼騙的 然後他就說 因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 就好像神能夠知道善惡 因為他就被人吸引 他說你好像神 所以神將你最好的東西 收藏不給你 就告訴你 你吃了就會死 就是騙你的 那麼 阿當夏娃 當時就信了魔鬼 就不信神 神本來是最好的 當阿當夏娃 你想想 如果你是阿當或夏娃 當你一出現的時候 就是神一做你的時候 當你一開眼 哇 我存在 神做你一開眼 就存在 那感覺是什麼呢 阿當夏娃是很開心的 因為他裡面是充滿神的生命 不同我們現在 我們人類犯罪之後 完全不同 在那時候 好像天堂一樣 他一出現 哇 很開心 充滿喜樂 他看著周圍 哇 什麼美得這麼厲害 周圍所有的花草樹木 那些食物又那麼漂亮 整個環境 那個美麗 是這個世界沒有辦法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 在當時來說 他所有的一切都有 但可惜 他以為神 把最好的人收藏不給他 他就聽了魔鬼的說 今天魔鬼 都是會引誘我們 我們就說 你聽神是蠢的 你又那麼傻 用那麼多時間去跟從神 魔鬼會用這些方法 並且世界 世界會吸引你 很多字在外面 很多吸引的 吸引你離開神 並且就是我們的罪性 是三個敵人 我們三個敵人 一個就是魔鬼 第二就是世界 第三就是我們的罪性 其實影響最大是我們的罪性 是我們的罪性 經常在說話 令到我們離開神 而失去了很多東西 如果你的車子看著 有個人 搶了我的車 譬如你泊在車上 車士留在那裡 然後有個人 跳進去 這件事 千萬不要留車士在車上 如果你將來有這個機會 有車的時候 然後有人一跳下去 跟著車士 一叉車 一聲就走去 哇 你喊的區都不會回頭 你唯一就是報警 希望拿回來 魔鬼將我們的東西拿走 好像走了 但是神可以給你 尤其當你年輕 你不要等到我八十歲的時候 神啊我現在開始 要做你的工作了 八十歲的時候 你做不到多少 或者當你畢業 不是畢業 畢業都畢業不到 已經過了讀書時期 已經二十幾歲 三十多歲 如果你沒有讀書 你很難讀書 你的思想已經不能夠集中 那時候你想想 哎呀神啊我現在回頭了 是很難的 所以現在就是 拿回魔鬼 拿走你的東西 現在不要讓你的生命 變成一個 浪費了自己的生命的人 很多人 其實在美國 有時看到路邊的黑衣 不是樣子衰的 有男有女 真是樣子很帥 真是高大英偉的 但是你看到他全身骯髒難閒 沒有希望 在那裡跟別人拿回魔鬼 其實是很慘的 為什麼這麼年輕 有很多年輕 以前的老黑衣 現在的年輕黑衣 因為那些就是吸毒喝酒 放淫 還有就是玩機玩得多 玩機很會的 不做工 經常玩機 經常上網 那時候呢 讀書讀不成 做工就做不到 那他家人都不能夠負責他的生命 他就走出來 或者他自己都離家出走 然後呢 整個人的生命都沒有了 就是好像一路走下坡 一路走下坡 一路走下坡 我知道你們還沒到那個階段 但是呢 魔鬼都在拿著你的東西 有時你不知道魔鬼拿了什麼 可能拿了你的情緒的開心 就是本來是很開心的 本來應該起床是開心的 年輕人應該起床 很開心的 今天又有新的人了 但是很多年輕人不是的 呃 又要關學了 呃 上學這麼慘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這樣 以前我上學是喜歡的 我還沒上學的時候 我一直發夢 發夢很多次 因為我爸爸媽媽告訴我 快要上學了 我經常發夢 我會上學 很開心的 那我就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這樣的夢 你自己聊得到 你也在哪兒 沒有得到 你不想開